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风等因素的存在 我觉得好像上午一些比赛的选手 他的第一个动作做的都不是很好 但好的运动员完全是能有极强的调整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郭爱玲能拿银牌完全是第三条 没错 这一条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至于说到苏玉明的金牌 那更是让全国的冰雪迷感到大为的震撼 这样一个少年前两跳 妥妥地就把金牌收入了 一点没有为前几天的银牌而感到失落 这个我觉得是运动员的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素质 对 我就特别发现 这次我们的雪伤运动员有这种刻不困难 而且能够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及时调整的能力 刚才您也说到了 其实郭爱玲在他两个项目的资格赛当中 表现最后起伏 然后今天的破满障碍技巧也是第二条摔倒了 而苏玉明在大跳台资格赛当中也出现了问题 但是他们都很快地调整过来 不单单是这些冠军选手 实际上更年轻的运动员也有这样的传承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采访的主人公 就是大跳台女子单板的荣格 他也是在苏玉明之前 更早的在大跳台上实现了突破 第一次参加运动会进入决赛 看上去已经实现突破 然后在决赛当中敢于拼搏 也是像刚才您说的 第一条出现了失误之后 第二条完成了完美的Double Cock 1080 站在那里 然后实现了第五名突破 真是了不起 其实对于他来讲 可能有点遗憾 去年十月份瑞士战的比赛 他本来已经第五名的成绩进了这个决赛 但后来因为有伤没有参加比赛 我想可能那次缺失决赛 对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肯定是憋着劲 有机会进决赛 是 我们看到这个荣格他的标签 最神秘的人 真性情 源于心底的挚爱 然后翻出围栏的女孩 这些都是很有故事的一个小姑娘 虽然很年轻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机会 可以走进他的内心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而且他今天 他第一条出现了失误 我们所有人都会为他捏了一把汗 第二条他通过简单的调整 然后我们的解说嘉宾张家豪 也说得非常好 非常专业 是的 他说我们处理细节就重要 然后线拿得紧一点 团身的收得紧一点 收得紧一点 然后他的起跳高度 因为我们不太专业 明显得要降了一些 但是他加快的旋转 对 我听这个意思 是不是说轴心要清晰 别散 是吧 核心力量要能发挥出力量来 没错 然后我们果然 站在那了 这一下就实现了突破 而且为他最后能获得第五名 奠定了圣膝 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跟他分享整个这届冬奥会的 他的整个的过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还是希望大家看冬奥上咪咕 中国移动咪咕 会全程直播北京冬奥会 超百人的冬奥咕咕豪豪华解说天团 为您带来全场次的精彩解说 锁定咪咕视频APP 另外摩百合 还有咪咕视频 咪视通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中国冰雪 箭儿的闪耀时刻 好了 稍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荣格 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精彩的 本届冬奥会的过程 我们今天呢 请来的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单板滑雪 刚刚在大跳台上 创造历史实现突破的荣格 对 然后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来畅谈一下 他今天的出色表现 荣格你好 嗨嗨嗨嗨嗨嗨 大家好 今天我看到你特别轻松的 应该是在宿舍里靠着床坐着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看来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完全放松 完全享受的状态 对 真的特别为你开心 现在是一个什么感觉 比赛比完了 是不是特别放松了 现在 是是是 就是联系好几天 要早上六点钟爬起来 然后终于明年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是最大的愿望 最大的愿望 我们上午都关注你的比赛 虽然很早 但是我们确实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 是的 你的这一三次跳跃 也都是完成了我们的突破 因为这个单向以前来讲 也是我们要持续发展的一个单向 我们也知道这届比赛呢 你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且是有 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嘛 对 毕竟这么年轻 第一次站在奥运的舞台上 这次比赛在决赛当中的比赛 不知道你是怎么准备的 现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面对困难的时候 赛前有没有什么计划跟预案呢 其实是 大跳台这个项目 我昨天进了决赛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今天早上 其实训练的时候不太顺利 就是没有几个动作是成功完成的 但是有跟教练沟通 然后调整心态 就是好好享受这个比赛 然后做到自己最好就可以了 早上训练不太顺利 那是跟比如说温度降低了 雪道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今天的雪是变得更硬了 然后昨天其实天气稍微好一点 因为是顺风 所以就会有速度 今天是比较逆风 然后就速度比较慢 这个我们也看了比赛 跟你第一跳失误可能有一些关系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出 第一跳还是有些压力 而且我们上来就跳了一个 Double Cork 1080 然后整个准备看来还是非常充分 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太专业 我们也听了这个张娇豪的专业的解读 咪咕的嘉宾 他解读损状 他说线拿得不够紧 另外速度好像不太够 是不是跟你刚才就是龙哥说的 风速啊 有点顶风啊 然后雪质的问题 有一些关系呢 还能不能现在跟我们再分析一下 对就是早上的时候是有一些密封啊 然后需要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是从增加的高两米的那个坡上面 放直线 然后一路冲下来的 对 速度肯定是有的 对吧 对 当时那一跳你是觉得 还是让我们挺担心的 是啊 你觉得失误稍微有一些失误的 没有完成的问题在哪里呢 也立刻进行了总结吧 可能是我对这个动作还不太熟练 然后也是有风啊 然后也有一点压力的可能吧 那么第二跳呢 立刻就能够把这个动作完成 我特别想知道在两跳之间 短短的时间 发生什么了 发生了什么 会不会有教练 或者跟谁有没有什么样的沟通 把你的情绪能够平补下来 然后专注于某个细节呢 其实因为进了决赛我本身就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今天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这个我特别想在奥运会的这个平台上面做出来的一个动作 然后第一条没有做出来是有一点遗憾 但是第二条做出来了还是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中间是有跟教练沟通了一下 因为这个动作是没有问题可以做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可能没有集中注意力啊 或者是没有预料到那个落地的时间点啊 但是好在是调整过来了 第二条非常完美 这就是像刚才您说的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员啊 尤其像苏玉铭 古爱玲 还有像龙格 他们都有不怕失败 挑战自我的欲望 对 就是上一条失败了 他们很短时间当中 可以再做这个动作 而且可以完美地呈现出来 他荣格呢 这个赛其实打的是第九 当时一说能进决赛 我们都非常开心 但没想到真棒 这个一下在决赛中又跳到了第五 其实这个过程呢 刚才杨健老师也说了 第一跳出现了失误 关键是后两跳非常完美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 非常的基本的素质 这一下麻烦了 就让我们对你下一届又开始的期待 是不是又有压力了 没有没有 我一定会就是更加努力 然后拼尽全力 下一届争取有更好的成绩 荣格你因为你现在也非常的年轻啊 我觉得你滑雪的成长速度 肯定是非常快的 就是你接触它 喜欢它 然后开始选择这个项目 是不是有一个特别进步 特别快的一个阶段 然后让你自信满满 或者说对未来有强大的动力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故事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 跟你同龄的朋友们 都想在这个滑雪上 能够有更加高的要求 然后有更好的突破 对其实是我是在灰斯勒的公园开始接触公园的 然后我是坐在缆车上看到有别人去刺杆啊 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我想去试一下 然后第一次刺杆我就拍比较成功 然后我就觉得 诶我想我想多划划这个东西 它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就是我哥哥带着我一起 会放学啦 或者是周末之后就 经常去公园里玩 然后灰斯勒的这个山是有一个单板的一群小伙伴 是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 然后刚他们开始划了之后 他们说 诶你进步还挺快的 然后你应该去参加一些比赛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诶这个其实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就去参加一些刺杆的比赛啊 后来参加了一些 呃小级别的破胀的比赛 哥哥的水平跟你 后来是不是就是被你远远的超越了 呃哥哥也划单板吗 你们俩都划单板吗 对我哥也划单板 然后呃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是 他还有我妈妈 就是他们都是我的教练 可以算这样说 就是我害怕的时候 他们会鼓励我呀 支持我这样 嗯 你有没有哥平常跟哥哥一起练 或者跟哥哥比赛 就比如哥哥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哎你说我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甚至我要比你做的更好 然后埋头苦练 在某一瞬间拿出来 然后让你哥哥为之一惊 这样会不会特别有一种成就感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有 嗯 有刚开始几年的时候 嗯 我哥哥已经学会五百四了 但是我的三百六还是不太会做 我就 呃 还挺难过的 然后我就在想 哦 我以后一定会 划得更好 然后做出来那些难的动作的 嗯 那你当你也能做五百四 然后后来现在您都 你都做到九百了 做到1080 哥哥此时是一个什么样的 当然肯定是为你骄傲 一定是为你 嗯 但是从专业的 宁亚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 对爱好的比较来讲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情绪 嗯 他肯定是为我感到骄傲 我也很为他感到骄傲 嗯 就是 我们都很热爱滑雪 嘛 然后 都是 嗯 做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而且跟 就是平常妈妈呀 包括哥哥平常的训练当中 也演成了坚强的性格 是的 嗯 容哥非常年轻 这次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你创造的历史 但是从之前的这个 几个比赛几轮 第一轮都有一些失误 是 因为我看了好像是吧 咱们说话是说 第一轮都有一些小瑕疵 或者一些失误 但是 第二轮都有不错的调整 哎 然后做同样的动作 都能给他做完整 而且能够展示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咱们 平常训练的要求 或者是 跟教练员 或者平常妈妈 对你的性格上的培养 有一定的关系呢 嗯 是 可能是我参加的大比赛 还没有那么多 然后积累的经验 还不够足 所以 可能是一些策略上的问题 就是 昨天决赛的时候 一开始选的是 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动作 是因为 想确保能进决赛 但是过了第一轮之后 有些还挺厉害的选手 没有落 所以就是觉得 降低一个难度 可能也可以进决赛 嗯 所以就 降了一个难度 然后 确保 就是做自己 比较拿手的东西 然后就是 能进决赛就好 看来也是 在比赛当中 还是 有这个调整 面对困难的时候 知道怎么去 能够在比赛当中 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 嗯 其实 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素质 我觉得对他水平的发挥 有相当大的作用 对 决定性的 嗯 其实在过往 咱们可能也谈到过 很多选手 说教练说 哎呦 这训练真好 训练真好 但是一打比赛呢 他可能 心态上就会有变化 是 比如说压力 他如何面对 嗯 如何积极来看待 呃 这个环节 往往解决不好 所以呢 非常可惜 训练好 但是比赛成绩不好 对 我觉得荣德 他应该是 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如果你 你自己认定自己 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在比赛当中 你更能够放得开 或者更能够 大胆地去做动作 有没有出现过 比如说在 呃 这次奥运会当中 嗯 可能有建议 教练 或者有人建议 做一个 比较稳妥的动作 嗯 但是我一定要 比如说1080 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有没有自己 特别特别 坚持着一个时候 嗯 其实是 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 教练沟通好的 嗯 就是 昨天决赛的时候 我们是 选择了 自己比较拿手的东西 然后 确保能进决赛嘛 然后 进了决赛 就是 已经算是很开心 然后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了 可以算是 嗯 就是 今天做的 1080 是我 一直想在 奥运会完成的一个动作 然后 也很开心 能够完成 真的非常棒 我们今天上午都被你感到骄傲 对 嗯 我还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 你更喜欢 破灭障碍技巧呢 还是更喜欢搭跳台呢 这两个项目应该是 有很大差别的 对呀 这两个项目 你更喜欢哪个项目呢 嗯 其实我是更喜欢 破灭障碍的 嗯 因为我 最开始 接触公园是 因为喜欢刺杆 然后 破灭障碍是有 好几个杆和 好几个包 连在一起 就是要一趟下来 要做 很多不一样的动作 然后 如果 其实如果能做下来的成就感 可能是要比大跳台要更 更多的 对 嗯 这一次 北京冬奥会的 这个 破面 障碍面的那个 技巧赛的赛道 你上去过吗 前面三个道具 后面三个跳台 就是这一次的单板的 破灭障碍技巧的赛道 你上去过吗 就是观摩是都有去过 看过 对 感觉难度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吗 一开始就是上去的时候是被震撼到了 因为 有很多的道具可以选择 然后 还有那些什么 雪堆出来的长城啊 然后 很有风格的那个屋顶啊 对 然后 对 各种各样的那些不一样的包啊 都是很特别的一些东西 你看啊 她还是喜欢破面障碍 对 她喜欢这种不同的 对 这种 各种复杂地形的这种挑战 对 然后咱们呢 特正式的叫跳台 人家就叫包 人家就包 对 但这包有点大 我觉得 对 你刚才 荣哥一直在说这个刺杆 因为很多业余选手也在提升 因为我们喜欢滑单板 现在刚会学会刹车 对 然后变相 变现还不会呢 更别说 这个 想吃一下 然后你觉得给我们点建议 像我们这种初步学单板的这些朋友们 你觉得我们从哪开始 因为我们肯定没你一个天赋啊 第一次看上去刺杆 就把别的一般的小朋友都击败了 对啊 你觉得给我们点建议 我们应该怎么滑 像我跟这个李老师这样 年龄比较大 别吹得太惨 他吃我 我吃他 首先要注意安全 然后护具啊 什么的都可以穿上 然后可以多跟一些小伙伴啊 一起去玩 可以先挑那些简单的道具 比如说 宽一点的杆啊 然后小一点的包啊 就是去体验一下那种刺杆啊 然后有一点起飞的那种感觉 对 好 我们也遵循荣哥的建议 好吧 小包 但是我感觉好像几乎可能就为零 对 在他们眼里很容易的事 对于我们 这个 真有挑战性 一般的人是太有挑战性了 这次比赛当中赛场上你的对手 包括这一届比赛 我们看到抢手如临 你有没有你最欣赏的对手 或者说 他的某一个技术 你是未来也想在奥运会赛场上展示出来 然后向这个难度发起突破的 有没有 有 我的 就是这几年一直以来的偶像是新西兰的那个女选手 Zoie 就是我 有一部分 比赛啊 然后练滑雪的原因也是因为被他影响吧 就是看着他在每一个比赛里都能做出来新的动作 挑战自己 然后进步的那么快 很激励我 对 咱们现在能做Double Call 1080了 然后也在奥运会上完美的展示出来了 而且我相信荣哥平常训练当中已经成功很多次了 下一个目标下一个难度是什么 能告诉我们吗 我们跟你们 我们一直关注你 然后一直给你鼓劲 然后期待你成功 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会想尝试反角的1080啊 可能1260 对 1260 1260来了 因为这节比赛 因为我也看了单板女子的这个大跳台 1260基本拿出来就可以制胜了 然后从1080到1260融合 从一个运园突破极限来看 对 因为我们不太懂啊 没有这个质感的体验 就是多180度意味着什么 难 难的多 对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多难 嗯 1260有好几种不同的 呃 比较多的女选手能做出来的是 内转的一个1260 嗯 但是呃 我想试的这个是反角的外转的1260 就是 还比较少的人能做出来 嗯 好 荣格 那个我们很多的网友都非常关心你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呃 网友给你提出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知乎的网友给你提出的问题 是什么 来看一下 中国选手荣格单板的女子大跳台排名第五 值得一提 作为该项目首位闯进决赛的荣格 她已经创造了历史 确实是对你表示了非常大的肯定 是的 不知道荣格有什么 给我们这个这么支持你的网友回复的吗 哦 很感谢所有的网友给我的支持 对 脱胀的时候 我当时 没有发挥好 其实心里是挺难过 挺遗憾的 但是看到大家 就是所有的鼓励啊 然后什么的 就是 嗯 给了我很多的信心 对 然后 嗯 就是 就是想在大跳台发挥好 对 嗯 好 我们有一个接力的环节 我要跟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每期上一期的 这个王牌运动员会给下一期 他不知道是谁 会留一个问题 他专业的问题 我们上一期呢 是你的队友 是我们的 混双冰壶队的林志 他呢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然后呢 看你能不能回答出来 我就稍微简单一点吧 就是 嗯 男子比赛 是 八个虎 嗯 对 然后混双比赛 他需要投掷多少个虎 嗯 这个 有点难度 我没关系 可以猜一下 你想想 有没有小伙伴 在加拿大打冰壶的 来 我给你个选项吧 我们也像刚才三个词一样 A 五个 B 八个 C 十个 嗯 是八个吗 是五个 已经非常接近标准答案了 已经非常接近标准答案了 当然我们这个也是 确实挺难的 好 那下面呢 就是你要把难度呢 传递给下一棒了 你要给下一个 我们王牌登陆的 王牌运员 来提一个 关于你这个领域 或者说你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可能不是专业问题啊 你感兴趣的问题 留给下一个我们的运动员 你想问他什么呢 或者问一个灯板滑雪的问题也可以 那就 不能太难哪 我给你提示一下啊 比如说上一期呢 单板平行大回转的B也是你的队友 他就问了我们这个项目的单板多长多宽 然后呢 像有的问我这个冰壶一局是几个球 冰球运动员会问 我的这个杆 左手持杆和右手持杆 这个冰杆 球杆有什么不同 你觉得你可以借鉴一下 他们的问题的方式 那就我们单板大跳台一共有几个方向的旋转 好 可以 好 可以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说难也不难 说不难也难啊 问得非常好 荣格的问题就是我们单板大跳台 有几个旋转的方向 对 好 这个问题送给我们下一期的王牌的登录的选手 好了 非常感谢荣格 感谢你 占用你时间了 也非常祝贺你获得这样的突破 我们也知道你还的目标还是非常的高 是这样 未来向着金牌发起冲击 而且还有着心中继续向1260发起冲击 而且是外转1260啊 对 我们俩都记住了 我们一直在关注你 给你助力 希望你早有一天在大赛当中 实现你的这样的超级动作 好吗 谢谢你荣格 谢谢 加油荣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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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辛苦了 再见 拜拜 从今天的这个交谈当中 我感到其实荣格还是有一点疲惫的 是 是吧 因为这么小的年龄 而且这么大的压力 连续多场次的比赛 虽然最后创造了历史 但是能感觉到 他把所有能量都释放在了这个雪场上 对 但是我们也看出这个小姑娘呢 虽然说话声音不大 但是憋着一股劲 憋着一股劲 挺坚定的 我觉得你今天比如说聊他跟他哥哥的事 小时候一起玩 然后呢他成为了专业的优秀的选手 还有呢就是新西兰选手的对他的榜样的这个作用 对 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 大概荣格也会被咱们国内很多的青少年冰雪迷当作一个偶像 是 在体育界呢 在体育界呢其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想有那么多榜有那么多小的或者是粉丝在关注着他 可能也是他不断的提升难度动作的一个巨大的动力 对 所以我觉得1260真没准会在未来的不久就会展现出来了 是而且呢感觉到他是有特别清晰的目标 虽然很年轻 但是从小呢妈妈对他的这个爱好的支持 哥哥跟他的陪伴 对 甚至哥哥有时候也是他的一个对手 是一个竞赛的一个人 一个关系 或者是一个彼此去促进对方成长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虽然小姑娘说话不是特别的大声 看上去有一些柔弱 但是我觉得他站在赛场上那一刻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是一个特别强悍的角色 对 因为他的教练也感觉他就是敢做动作 这一点好像比一般的其他的队员啊 对 要显得更坚定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优秀运动员的一个好品质 嗯 而且他的目标很清晰 他现在知道我要超越某一个我喜欢的运动员 我以他为榜样 但是我要去超越他 另外在动作上有这个追求 而且是超高难度的就是外转 要1260 这个呢 大家如果都知道单版的话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接近男子的这个水平了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一切顺利 按照自己的目标 源于自己的热爱 对 全力的去在自己的这个领域能够提升自己 导致成就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 对 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那样的一个超级女员 向着奥运冠军发起风机 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了王牌登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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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